剛剛這支香 解冤世傑了嗎 這些冤結 在燦文中說 是從輕而起 就像一般講 恨從哪裡來 從愛而來 因為愛 愛得不足 不全 不純 不能瞞你所欣賞 慢慢就起恨 所以愛恨愛恨 它還是有關係 但是我們講 這些願結 就像你走在路上 或者開車 偶然有一些人不禮貌 或者不禮讓 你頂多是覺得 是他的事 算了 就算有人瞪你一眼 在路上也不認識的人 倒楣 算了 那個要結怨 因緣比較薄弱 所以真正跟我們總義 要結怨 打結的 其實是跟我們最親的人 既然是親 必定是有一些緣分 有緣才會聚在一起 所以讓這些聚在一起的緣分 是好緣 讓它圓滿 千萬不要在最靠近的人身上 然後去要求 說你都不懂我 我要這樣 為什麼你偏那樣 慢慢心中不滿 慢慢又結怨 當然也是有一些事情 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 師長 親友 同學 這些 所有身邊的 就像現在流行在講 閨蜜 以前講的好姐妹 這些 或者是自己的 body body 弟兄 所有這些 如果說真的從中起了怨 不管是你對不起人 或者人家可能因為了解多 不小心說出去的也有 或者有意出賣的也有 總是這些都是在我們身邊的人 所以在眷屋裡頭說到 我們眾生說會有怨結 都是從清而起 在暢文中提到 說為什麼會這樣呢 說一切眾生無時以來 什麼叫無時啊 不是沒有開始 而是太久遠了 不知道好久好久 多少結以前 我們還弄不清楚 已經開始的那個起點 是我們不知道的一個起點 是無時以來 暗事相傳 暗事 暗事是神事 當我們的心事 昏昧不明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造作 造作什麼呢 無明所富 愛水所溺 已經被這些無明煩惱 所覆蓋 這已經是一大障礙了 加上愛水所溺 什麼是愛水啊 以自我為中心 我愛 我所愛 我所有 產生了執著 那個我見 我執 以自我為中心的愛 一般的人呢 說我愛你 到底是愛的是誰 因為你是我所要 你是我想 你是屬於我的 所以我愛你 你必須照我的意識 去存在 如果一旦 不能瞞我 所心想 不能如意啊 那個愛就會變質 所以真正的 那種愛是很偏俠 其實愛的是自己 這一點呢 我請我們各位菩薩 包含在線上 一起在精進 在聽法的菩薩們 這一點 要有一點自知之明 當我們講的愛 它如果不是 由智慧出發 然後行大慈悲 它不會是真的愛 大部分啊 都是由我直 我見 而來的 所以 當我們 珍惜身邊的姻緣 你可以愛 但是你不要執著 你一旦執著 就像那個小鳥 握在手心 你把它勒緊 它有可能自息而亡 太緊了 那個緊 那個就是執著 執著的繩索 讓彼此都不得之在 所以是應該給對方一點點空間 他也應該有他存在的自由度 這是一種尊重 那個才是懂得愛 能不能昇華到清淨的 以智慧為出發的愛 那就要看大家 對佛法的體會 如果還是 我直很重 很難有真的愛 很難去懂得愛 所以這裡講說愛水所溺 我們跟眾生的緣分 常常是無名所附 愛水所溺 都是被我直我見的愛水所淹埋 然後呢 做什麼去了 起三毒根 在我們的行為造作裡頭 深口意 常常都是充滿著 三毒就貪嗔痴 根 三毒根 就是它可以生長的 油攤生吃 然後生產出很多的顛倒響 這講起飾顛倒 從三毒根起飾顛倒 什麼叫飾顛倒啊 我們一般講 常樂我靜 但是實際上真實的世間 無常 苦 空 無我 這是真實 很無常 變化太快了 我們常常都在說的人 但是我們身邊 還是會有很多無常突然出現 你不能去違逆它 但是我們人會有苦 會有煩惱 就是違逆它 起顛倒響 在這個無常的世間 我們卻希望 或者妄想 它是永恆的 不變的 像這樣 就起這個 常的顛倒 常樂我靜在哪裡啊 它是出世間法 無違法 要到佛菩薩的境界裡頭 才存在的 在我們這個繁複世間 是無常苦空 無我 你沒有的求 永遠固定 永遠固定 你 他忙於公務的時候 他也忘記你 他一天大部分的時間 他是沒有在想你的 但是說 這麼樣說 好像也很多人愛聽 就把它當真 一旦對仗起來 有的時候要翻臉 其實真的 聽聽高興就好 但實際上 你心裡頭要很清楚 這是無常的世間 你有心這樣講就好了 得要保持這樣 各位做得到嗎 你不要把那些好聽的話 當真 當真了 苦的就是你了 因為有一天起變化的時候 無常來了 沒有永恆的 這些變化出現 有以待之 明白明白 所以這裡講的四顛倒 長 然後 就是顛倒想 想說這個世間 是恆長的 永久的 不變的 這是第一個 長顛倒 第二個 樂顛倒 追求快樂 我們文明的發展 讓我們生活得更便利 有許多事情 一指之間 可以聯絡 可以處理種種 手機按一按 電腦按一按 很方便 去哪裡 飛機一搭 哪裡都很方便 但是 隨著這樣子 求快 求心 求好 我們以為 當這些 過去的不方便 過去的 不具足 這些問題解決了 我們應該就會快樂 就像 我想要這個人 我得到這個人 我應該會快樂 我想要賺錢 賺更多錢 我現在有很多錢 我應該要快樂 有嗎 應該是沒有 因為你得到一樣東西 再來的恐懼 就是我害怕失去 我害怕變化 萬一有一天失去了 我受不了了 像這樣 所以我們以為的那些快樂 其實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了 那佛教不是都講離苦得樂嗎 我們講的是離苦的狀態 我們講煩惱疾滅了 就那個狀態 那個狀態 沒有苦惱了 它不是樂 這個字可以形容的 樂呢 有樂就有苦 有樂呢 有躁動 所以其實佛教認真講 不是追求快樂 他強調的是離苦 只要不苦就好 那個狀態 不曉得各位能不能體會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那種 樂的顛倒想 實際上只要離苦就好 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快樂 只有到究竟解脫 那個地方才有常樂我盡 我啊 我顛倒 我是什麼 我是主宰的 我可以主宰 主宰什麼 我要什麼有什麼 我要不老就不老 永遠年輕 我要健康 永遠不生病 我要不死 我要主宰 我要決定 那個我 世間上有嗎 實際上是沒有 但是我們就起顛倒想 我們被形容 在經典上形容我們叫 顛倒眾生 就是這個 常樂我盡 我們還顛倒想 想 這個世間上有清淨 無染 這些 實際上 你不要說 你要修行到什麼樣的功夫 保持內心 激進 不生染污 先不說這樣 你一天下來 你不慣喜 以我們這樣 精進禮拜 全身都是大汗淋漓 這叫常出不淨 這叫常出不淨 我們這個流汗 這個排便等等 這些排毒 排出的都是 所謂的排毒 當然就不會是清淨的 所以自身 都是一直在產出的 其實就是不淨 你到哪裡去找淨 但是我們還是顛倒想 覺得呢 我再噴一噴香水 塗一塗 什麼粉 我看到 有一些在網路上 那個人 可以整個都改變的 人的臉 這個臉面 好像一個畫板 還是一面 這個 怎麼講 圖畫紙嗎 你要怎麼圖 重新畫上去 這一些 以為這樣子 就變得很美了 或者就可以裝扮得 很高尚嗎 還是如何呢 這些 人追求這樣子的 以為很漂亮 其實 還是不就近的嘛 而且 坦白說 你玩玩就好 偶爾玩一玩 至於愚人 但是不要當真 如果一旦追求 就是好像 這個叫做什麼 畫皮 有一部電影好像叫畫皮 是嗎 現在的人是真的畫皮 如果一旦當真 一直追求這樣 去整容 有些是病態的 整容多少次那一些 父母所生的面目都不要了 改了又改 畫了又畫 這個如果再執著 再更加深的話 到了往生的時候 他眼中看自己的屍體 就看得好美啊 然後到最後捨不得走 成為什麼 叫守屍鬼 守著屍體的鬼 鬼魂不走 你要超度他 回向給他 他偏偏巴著那個屍體 在他看 看好美啊 我好喜歡啊 這樣 那其實已經腐爛掉了 但是他看得 其實內心的病嘛 所以都遮蔽住了 像這些 簡單一句話 從山毒根起事顛倒 我們都可以講 好長一段話 但這些你要聽到心裡頭去 改天 如果你在起顛倒想 那個時候你就可以 打一下自己的腦門 自己應該覺得很好笑 我聽法 我學佛 學到哪裡去啊 學到背後去了 你就要趕快醒覺過來 否則往後發展呢 說從山毒根起時煩惱 煩惱 這個貪嗔痴已經夠厲害了 這個三毒根 那叫十煩惱 其實認真講也不止 常常說的有百八煩惱 一百零八 就像我們城中木古 敲鐘 那個鐘一共一百零八響 那個就是要把我們一百零八煩惱 都要把它敲醒這樣 實際上也不止那樣 你多加幾個零都不足以形容 這時煩惱啊 講貪嗔痴慢疑 然後還有五個見解 錯誤的見解 五見 哪五見呢 深見 邊見 斜見 進取見 借進取見 這些都是在思想觀念上 抓著一些錯誤的觀念 然後把它當真一樣的 抓著不放 產生執著 這些就是死煩惱 說一於身見 其實我們有苦是從有身而來 一於身見起於五見 五見就剛剛講的 身見邊見 斜見 進取見 借進取見 說一於這五見呢 就起六十二見 好像在算算數 六十二見 我在早安佛光 這一段我有講 但是呢 沒有時間解釋進去 因為差不多 幾乎都講了半個鐘頭 沒有時間講 我在這裡補充一下 這六十二見怎麼算呢 從我們有這個身體 我們身體是叫四大五韻 甲合之身 五韻哪五韻呢 射 受 想 行 事 射是物質的 然後受想行事 是精神面的 合起來組合了我們的 身還有心 所以我們祝人家健康 說身體健康 其實現在不夠的 我們現在改口 大部分都說 身心健康 這個才是真健康 從五韻 我們的 我們的五韻射受想行事 其實它還是無常的 但是呢 我們又起了四顛倒想嘛 每一個你都起了各種顛倒想 要它永久永遠不病 要它永遠 年輕貌美永遠如何 像這一些 從五韻 每一個都起 四顛倒想 一共就幾個了 二十個 好 那二十個呢 我們從過去是 現在是 未來是 這三世 再乘以三 這生命的流轉裡頭 就用這樣代表 乘以三世 就六十劍 然後再加上兩個 直斷 直長 斷 就是斷滅劍 長 認為是永恆的 這個長劍 加這兩個就是六十二劍 你說講這些是怎麼樣呢 過去在古印度時代 為了這個六十二劍 這個外道 就是佛陀教導的智慧真理 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思想 在印度很流行 特別這個六十外道 他們抓了這六十二劍 好像哲學家 當自己是生命的哲學家 整天在那裡談天說地 談玄說起 在那裡討論 其實是很顛倒的 在這研究 其實是顛倒想產生的 所以這些都算是古印度的 外道的一些思想 後面講醫生口義 這是三頁了 起食惡行 然後產生了四十種惡 自己在講說 這個惡造業煩惱從哪裡來 所以講得很清楚 你們在誦的時候看得清楚嗎 就是從十惡 生殺口氏 義三 生殺道淫口 妄言其語兩舌惡口 然後義呢 貪稱痴 這個就是十惡 從這個十惡法 怎麼看呢 第一是自行十惡 你自己就生口義 常常都是照做十惡法 然後叫他行十惡法 就是有一些譬如詐騙集團 或者是偷竊 或者是什麼不好的團體 這些叫人家行十惡 另外呢 讚嘆十惡法 就說可以這樣很好 讚嘆行十惡法者 就是你去殺了他 殺得好 殺得好 或者你偷來 偷過來 你真聰明 你有辦法把他偷過來 像這樣 你去鼓勵這些人 就讚嘆行十惡法者 加總起來就四十惡 像這樣 甚至於說一念之間可以開六十二件 一念之情可以行四十種惡 包含一念之間開八萬四千諸城勞門 所有的這些錯誤 的這些知見行為 就從一念之間所起重罪 一念之間都可以 曠復一月 曠復一年 曠復終身 曠復輪迴的路上多生累劫 不知道造了多少 所以我們能說我不用懺悔 我又沒有做錯事 可以這樣說嗎 不能 剛剛只是這樣分析一下 一念都可以 剛剛講的六十二件 四十種惡 八萬四千 所有這一些 是他太為喜了 我們沒有那種智慧 可以把它看得仔細 我們看得到的 我們學佛會反省 會懂得關照 我們一般看到的是比較粗大 明顯的 譬如說我今天跟他發脾氣 我真是不應該 這個是比較明顯 他是心裡頭 不以為然 在那裡那些小苗 在那裡不滿的苗在那裡生 他是相應於稱恨的 在那裡滋生 你不知道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看到那個開端 他就要把他熄滅掉 就不讓他去滋養 你給他餵養更多的貪嗔痴 他就這些毒根 營養充足 大大的在那裡生長 你要給他是慈悲的 是智慧的 這個是我們一卷一卷 這樣子在禮誦 各位都要感覺到 這個因果太可怕 哎呀 這個造業 實在是不知不覺中 沒有察覺的 在那裡滋生 太可怕 想一想 只有趕快 用功的 努力的 再行懺悔 祈求諸佛菩薩要護佑加持於我們 好 那麼暫時講到這裡 只是提醒 這個叫共勉 講的不是講給各位聽 我自己講 心裡都要發抖 自己沒有察覺到的太多 如果不是有這些太多沒有察覺到的 怎麼會到現在還在這裡不周全呢 但是也太感謝了 諸佛菩薩護法隆天 這些護法善神也不嫌棄 其實也非常照顧我們 讓我們這個不周全之中 還是種種都盡可能的可以圓滿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待會因為五點半就要用鑰匙 晚上七點 還要進入到 今天進入到眷六 好 所以還要繼續 解圓世界要完全把它打開來 各位 你一邊想一想 我還有跟誰 還有打結啊 你們敢想嗎 承認嗎 你不用對誰講 你對佛菩薩講 自己反省 如果有那麼一點時間 靜靜坐著 想一想 我今生可以得玉三寶 得玉燦法 我如果不打開這些結 我還要輪回多少生多少世 太可怕了 我們出家人死都不怕 唯一怕的就是因果 我跟大家分享